还要来看的是大统长机混油案 法院日前认定公司的犯罪所得18亿5000万元 没有办法没收 检察总长随机提起了非常上诉 但今天遭到最高法院判决驳回 因为依照现行法律 大统长机是法人 不是一个真的人 因此被认定无犯罪行为能力 也因此无法没入法人的不法所得 所以高院才会判决驳回非常上诉 但为了解决这项法律争议 以及修补实案漏斗 法务部也提出了刑法修正草案 并且已经送交到立法院了